今天走访新竹的宝山 发掘一些景点宝藏 先品尝在地农产品 在小山村看见迷离台湾 来到传说的古景 发现一条小秘境 然后保兰水库红蓝绿的风光 又完成消暑计划 万一起来秘境找入探索 大家好,我是武 今天我来到宝山 俗话说,入宝山只能空手而回呢 所以我来到新竹宝山的橄榄门市 先来采购一般 喝喝他的橄榄茶 还有带一点按销礼 现在离开橄榄来训 准备往下一站 百公尺处向右掌 继续执行 现在我来到新竹宝山的油田春大鼻塘 现在我来到新竹宝山的油田春大鼻塘 这个拱桥桥目前看起来是山孔桥 但是实际上听说它设计是五孔的 只是因为它水位上升 所以看不到另外两个孔 今天很不巧的 我就是中午就来走 所以阳光还蛮强的 那今天我决定顺时钟 顺时钟走一圈 这个生态大鼻塘 它的四周都有步道 步道的四周林木非常的茂密 很多树草 然后非常的凉爽 比我刚刚预起的来的凉爽很多 沿途它都有一些告示牌 像这个告示牌 就是告诉我们要保持安静 他们听得到 谁听得到呢 是生活在这片水域的一些生物 动物 哇 现在五过鱼都非常的大 至少超过五只 也有一些夜路 池塘的中央 有一只乌龟 一大一小的乌龟在那边晒太阳 这个拱桥是阶梯的设计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只有正上面是一个平台 从这个角度看来 那只乌龟现在停留在那里 脖子深的长长的 那往左一点 这边就是拱桥下的样子 中间有一个小岛 一个小岛的造型 看起来很像台湾哦 所以那尖尖的是 鹅兰鼻 慢慢走到台东了 所以我现在站的地方 应该算是绿岛或南嶼了 到花莲了 走到宜兰了 东北角 这是台湾头了 新北的石门三支一带 那同时在右手边 这边是桂花 一整排的桂花 现在已经超过一人高了 将近两人的高度 那这个步道的旁边还种一些垂流 这边都采源了 还有一些果树 现在已经绕到台湾的西部了 这旁边有一棵九穹 绕过九穹之后 继续看着台湾西部哦 现在我们看到一群鸭子 已经登上台湾岛了 走完的感想就是热 千万不要中午来 最好是早上或访问的时候 走完了油田村生态皮挡之后 继续往下一站 现在回转之后往回走 回到刚刚的岔路点 就是这个岔路点哦 现在我来到宝山社区的双胞开景 那听说以前这当地的居民哦 喝了这里的井水之后 然后产下了很多对双胞胎 所以这里就被取名为双胞胎酒 直到今天很多人为了求职 也会来这边有这里的井水河 宝山峰桥 哎 我发现在双胞胎井的正对面 在西边有一条步道 下去看一下 走过西上的小桥 这条步道蜿蜒在西边 那步道小小的 那看来是一条古道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走了 以后有机会再来走这条 那里有一只 那是犬尾吗 是乌鸦 看来像是乌鸦 下一站就是宝饿水库了 走吧 一般我会从宝饿水库的下方的入口 往这边进去 这样走转进来 因为这边进来可以看到水坝的地图 一直往前走 右手边就是水坝的颠坡 现在我在宝饿水库的下方的边坡 这旁边一条大路 那待会可以绕上去 那现在经过水坝的底部 右手边有一个公园哦 趁着坝底旁边这条路往上走 就可以走到上面的宝饿水库了 好到达水坝上面的停车场 那里有个观景亭 叫做湿源亭 饮水湿源的意思 前面就是宝饿水库 之前没雨的连日大雨之后 所以那里的水还蛮充足的 待会我再绕到水库的另外一侧 就是有管理局的地方 要照相是吗 嗯对 要照什么 照风景啊 水都补满了 现在我来到宝饿水库 那今天看起来是蓝天白云哦 宝山的风也很大 所以今天只要不站在阳光底下的话 站在树荫底下是非常的凉爽 现在我们到观景台去看看 从这个观景台来看宝饿水库 会觉得观景台这边的视野更好 可以说现在是蓝色绿色红色白色 构成了现在宝饿水库的画面 宝饿水库它位于新竹县宝山乡的珊瑚村 它是属于中港溪水系的 鹅梅溪之流 紫景溪的上游 离开宝饿水库水坝区 往下一个景点出发 刚刚离开宝饿水库的坝区之后 来到附近的一条路叫做公园路 这条公园路就是宝饿水库 通往逐东一条最近的道路 然后在这一段呢 它我们看看哦 在这一段 它刚好在棱线的上面 这个山寺的棱线上面 然后相识树林在这里 然后形成一个很漂亮的绿色隧道 之前我只要走到这个地方呢 我就会在这里稍微停留一下 然后感受一下这边绿色隧道的气氛 这条道路是没什么车的 平常的车都非常的小 今天的天气非常炎的哦 所以我最后决定到逐东去一碗冰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逐东的冰店 现在就进去 哇 这炎热的夏天吃一碗冰实在太赞了 今天的行程顺利结束 我是乌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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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